一路上我们从挑选对的竹子 然后把它分断 洗干净擦干净 总之所有的步骤都做好 我们已经离竹筒饭越来越近 没错 接下来就是马来西亚的竹筒饭 PK泰鲁阁竹 请问你有什么自胜法宝 我们这边很多媒体 我们的自胜法宝就是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才可以变出越多味道 这个伴供的好味道 我的方法是我们很多东西 牛奶吗 牛奶 你闻一下 有椰子的味道 对 椰奶 还有这个该我们采售的这个 香蕉叶 我也会把它包进去 这就分头行事 然后我们就是餐桌上见真章 真章不错 可以可以 好 好 马来西亚的竹筒饭呢 就是先把香蕉叶铺底 然后卷起来之后 塞到竹子内部 再把糯米放到香蕉叶的中间 大概到九分满之后呢 留一点空间 我们稍稍把盐巴 加到盐奶里面 再倒到竹子里面去 第二根 泰鲁格族的竹筒饭的做法呢 竹子把它锯成相等的长度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装糯米的动作 然后加一点水 大概装到八分满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香蕉叶 给它做一个封口的动作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 但是我已经看得出来 我们的相同之处跟不同之处 什么地方 相同之处就是一样用竹筒 一样用香蕉叶 我以为是一样是颜值很高 对 长度也差不多 长度 长度 厚度也差不多 应该是 但是不同之处呢是 等一下你会用 我用蒸的 蒸的嘛 我的是假的 不是 我的是烤的 烤的香气会不同吗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蒸的跟烤的味道会有不同 蒸的假不了 假的蒸不了 好 放进去我们的蒸锅里面 大概要蒸大概45分钟 一小时这个竹筒饭就做好了 那还会带有这个竹子的香味 那因为上面有香蕉叶的这个叶子 所以你会有香蕉叶的味道 传统的古法呢 我们会用烤的方式 大概六到八个小时 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用烤箱来取代 大概只要烤一个小时呢 我们就可以上桌 哇 等待的时间是有点长 不过我们终于等到了 所以我们打开之后是要怎么直接 我们敲地板它就会碎裂 它有一个猛烈的撞击之后 这个香味就会蹦出来 撞击是关键字 虚烈 没有烈 没有烈 有没有 有了有了有了 真的有了有了 你这样敲一下之后呢 就可以从中间开出来 哇 很漂亮 而且刚刚魏郎一直有在讲 我们在砍竹子的时候 就一直在讲那一层膜 那一层膜 好不好 0.03 哎呦 连厚度都知道 厚度都知道 好 把它上来品尝一下 哇 非常的有嚼劲 而且那个竹子香完全进去 那一层膜其实有一点点的竹香味 嗯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那我们的竹笼拌啊 虽然做起来是没有味道了 但是我们可以加一些盐巴 酱油 还有我们的终极武器 野生的蜜蜂 哇 甜的 所以这个就是甜点的概念 对 野生的蜜蜂 精华来吃一下 蘸一下 蘸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蜜真的有一种 很高级的感觉 对 像是那种法式甜点的感觉 对 法式 直接把它拉到 International 国际等级 所以你今天吃的都是 五星期的料理 对 刚才那个撒盐哥 对 撒盐哥 还有野蜜 野蜜 马来西亚的竹筒饭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 试试看 看到底是泰鲁阁主的比较厉害 还是马来西亚的比较厉害 拉出来整根的 整根的哦 对 整根的 我们是包在那个香蕉叶里面 很像我们那个香蕉饭做制作的方法 我们也是用香蕉包一下 来 大家都来筷子 你们来试一下 直接来 直接来 吃一下 吃一下 如何 威郎老师来说一下 我吃到这个感觉回到 东马来西亚一样 就在那个牙皮的沙滩上 喝着一杯饮料开始沙滩 因为你有去过沙巴嘛 对 对 因为像南洋风味的话 我们那边的椰子比较盛产 那路上好像走一走就有这个味道 对 因为都会习惯把椰奶夹到 食物里面去 对对 我自己这样再吃一口 我觉得这个 如果再拿来沾蜂蜜的话 哦 这是绝配哦 一定是 这是一加一 大于二 这一君的歌就出来了 天秘密 你喜欢我的天秘密 太好吃了吧 有一种填在心 心里口难开的感觉 有 不会让老师太会讲话了 毕竟是老师 对 老师 对